直組搭配主人呢 適用於門重50公斤到100公斤的門內都可以適用 首先我們已經將它的關門力道的響數已經都設定為333 接下來我們要測試它的大角度在小角度之間的關門力道是不是足夠 首先我們將門拉到可是這個位置 放開測試它的關門力道是不是足夠 好 沒有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門已經可以自動關上 接下來我們進行測試60度的位置 一樣 到60度 然後放開 門依然可以自動關上 接下來進行小角度的測試 也就是20度的位置 測試看看是不是也可以自動關上 來 20度 然後放開 好 沒有問題 目前的關門力道是足夠的 接下來進行大角度煞車速度的調整 設定90度擋直的功能 B型 90度擋直功能 首先幫我們拉到90度 看看它是不是會在90度之間擋直 停在90度這邊 好 因為現在都還沒有調整 所以它沒有辦法停止喔 好 所以我們現在調整 B型 所以我們現在調整 B型 擋直功能的設置 一樣把它稍微鎖緊 把它稍微盤住 之後這個門打開到90度 測試看看門 是不是會在85度到90度之間 停止不動 也就是調整兩個 A型的角度 首先我們先確認 關門速度 是不是理想 有達到你想要的關門速度 首先開到90度 然後 放回去 好 這樣關門速度 一定是太大 太快 好 接下來我們進行調整 A型 關門器 大小度 也就是20度到90度之間 煞車速度的調整 首先我們將門拉開到90度 使門維持在85度到90度之間維持擋直功能 之後 輕揮門 使門自動回歸關上 好 我們發現 門的關門速度 在20度到90度之間 速度過快 所以我們要進行大角度 煞車速度的調整 一樣 我們將煞車重置 稍微鎖緊 輕輕盤住 之後呢 我們再將 門拉開至90度 使門 停留在擋直位置 然後 輕揮門 使門自動回歸關上 好 我們已經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這時候 門在20度到90度之間 明顯速度緩慢自動關上 接下來 測試60度自動回歸功能 好 我們看得出來 60度 一樣 我們可以自動回歸關上 接下來 我們測試20度 看能 是不是能自動回歸 好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自動回歸 可能是 光門力道不足 所以 這時候 我們適度增加一響關門力道 在黑度 關門際上方 增加一響的關門力道 接下來 測試 90度 60度 20度的關門情況 一樣 讓門 停留在85度到90度之間的擋直位置 然後 輕揮門上 使門自動回歸關上 好 目前90度 關門速度很理想 接下來 測試60度自動回歸功能 好 我們可以自動回歸 緩緩緩關上 接下來 測試20度 我們一樣 可以輕輕緩緩帶上 達成我們所想要的結果 如果 煞車速度 仍未能達到個人所用的理想值 可以自行再調整 A 型的煞車裝置 使 煞車速度達到理想值 接下來 我們調整 小角度 煞車速度的調整 也就是 0 到 20 度之間 煞車速度的調整 好 一樣 一樣 首先 將門拉開到90度位置 使門 停留在85度到90度之間 維持擋直 然後 輕揮 使門自動回歸關上 好 這時候 我們發現 由於我們剛剛調整過 20度到90度之間的大角度的煞車速度 所以 大角度之間煞車速度 OK 但是 小角度 0 到 20 度之間 煞車速度 仍然過快 所以 我們 這時候 定型 調整 A 固形 煞車裝置 使 0 到 20 度之間 小角度速度變慢 輕輕彈住 之後 再測試 90 度 60 度 20 度之間的自動回歸功能 以及 擋直功能 搭直功能 首先 將門拉開到90度擋直功能 維持擋直之後 好 擋直功能 OK 輕揮 門上 使門輕輕關上 我們發現 90度的回歸功能已經達到理想 大角度 小角度之間都速度都非常理想 之後 再測試 60度的自動回歸功能 以及速度确认一下 好 60度之间 一样可以自动缓缓回归 再测试20度 好 20度之间 一样可以缓缓回归官上 达到理想的速度 如果之后测试使速度能不理想 一样可以进行A2型的 煞车中正导整回调 使它达到理想